哇 你看这个脆口 这会热多 这是三块钱一斤买的 已经泡了有半个小时以上了 让老板开了 那时候老板说他要挤 我说我来开一下 老板说你开不动 然后我再开他开了一下 我应该开得动 这是牛骨头三块钱一斤 我觉得牛骨头比猪骨头还贵 猪骨头的话 牛骨头比猪骨头便宜 猪骨头的话 那大骨头有十多块钱一斤 化妆差不多了 再泡一会 要再泡 那再泡一下 下锅 感觉还是肉肉的 三块钱一斤还是划算的 对便宜 放好野怪放不下 塞塞还是没塞了下 只要思想不怀泼 困难总比方法多 将多一点 塞进去 加水 汤要多一点 拿去炖 七七一个小时 来把这个 舀出来 这是脆骨 今天啃骨头 随便啃了 我感觉热和骨头的分开不又卡了 是不是压太久了小猪 压到骨头都嫌弃了 哇 你看这个脆骨 我下点猪肝 牛肝 牛肝 这是牛肝 说错了 这个牛肝是我买牛骨头老板送的 尝一下 嗯 嫩了很 这个牛肝 哪一块 没熟你等一下 没熟 这块熟了 可以 很嫩对不对 嗯 我吃了也很嫩 总感觉不要切都不好吃 这位是要切的 可能更好吃一点 先吃要切的 嗯 这位好可惜 这汤是精华 其实汤铁没有营养 嗯 不知道五斤够不够我吃啊 这个五斤没什么肉肯定不够 十斤都不够 嗯 这会热多 你看这个 嗯滑肉的滑肉的 你看 你看块肉 嗯 嗯 我锅里还有点啊 有给石头吃 他喜欢吃这个 女朋友说 让他多吃点牛肉 长高一点 他牛肉给他吃了 他其实太柴了 不想了下 搞点骨头汤长高 我希望他能够再长个一米吧 搞点汤泡饭 光吃了吃不饱的 但是要少吃点饭 多吃点汤 这里 这个热 你看这里有块软骨 这个老板说40块钱一斤 给我了送了 嗯 嗯 嗯 口感真好 骨骨一要熬在水上才吃得动 哇 太实了 15块钱 太实了 嗯 很滑 啊 哇 太实了 太实了 这汤太鲜美了 这汤要是吃牛肉粉 牛肉面 超级小 超级好 是吧 15块钱只能买一只骨头 但是能买5只牛骨头